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人只要今天一起跟我们讨论最新话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自身媒体人谢寒冰 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邮淑慧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浅秋姐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节目形态有点点不一样 待会儿节目到一段 因为很想知道大家对于最新时事的看法 尤其520就要到了 大家对民生议题会对国家政策有什么看法 待会儿会开放call in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 待会儿我们会秀到现场 好 首先看看这几个最新的消息里头 诈骗王国台湾是会成为这样的恶民 一直摆破不掉吗 轮流几天都要接一次诈骗电话 其中连赖清德 萧美琪都被说 在推荐顺天堂还够玩吗 这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会变成是 准总统赖清德在推荐的呢 搞了半天原来是假的 假消息 包括萧美琪 赖清德 莫名其妙都变成了推荐人 那经过事实查核报告 就告诉大家 这个都是批图 是来路不明 是诈骗 那甚至还有过去有什么赖清德跟蔡英文在寿验大打出手 范云亲戚 询认期都会出现在这样子的查核报告里头 只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我想问问来宾或观众朋友 我自己就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 是大家有被大数据锁定吗 因为立刻这个说法都是说 由疑似中国来的诈骗 所以查核的数量比较快 比较多 但其实我们好像一般人都看不到 怎么会有特定的这个频道 就可以快速的查到 跟他们有关的这些诈骗讯息 我不知道 那一般老民民众的这个老百姓的诈骗 就没有那么容易查了 例如这一位女儿怒哄 台湾是诈骗天堂吗 因为她的老父亲 她在国外念书 没有办法照顾到爸爸 爸爸居然有三千万的房子直接被骗走了 那个网友的控诉是说 这位76岁的老先生 就在LINE的股票操作群组里面被诈骗 不但面交了四次现金 汇款两次 最后连三千万的房子都被骗走了 那这样的控诉在爆料公社疯传 那一般很多诈骗根本查也查不到 找不到人的 但这一次她因为在爆料公社公布了之后 引起舆论讨论 抓到了 最后警方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已经 抓到当事人这个嫌犯 也要收押了 那有多少民众被骗的追不回来 那例如520救治大典就要开始了 网友脸书发起的活动叫做 赖清德中光绪登基大典 这只是一个反奉性的活动吗 那热度如何呢 现在目前已经有11657人 有兴趣要参加 那真的会引爆民连或大家会去参加 还是这是一种民众的不满的展现呢 还有彻翼的行为 如果说民进党认为 台湾价值是什么 是赦免沉水扁 贪污无罪 或者是说民意代表可以随便的被测意 人身攻击或公布或性骚扰等等 是可以的吗 结果民党的许舒华议员就说他支持 他公开表示 如果有任何市民被许巧新以跟骚法提告的话 他通通会帮他们付全额的律师费用 那么出姑 她说姑屋 屈巧新50年老屋可以卖6000万被酸保 所以屈巧新就说我可以卖他4000万 拜托拜托来买 好 总之他当然也没有要买 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他把别人家楼下被乱拍照 被公布住家 甚至有性骚扰的言语说 如果他裸体站在家里几公分 可以拍到这种莫名其妙三角函数 这种下流的说法 他都说是可以的吗 那请问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发生在 他们自己女性议员或民意代表的身上 他可以接受吗 就这么一个简单同样的标准就好 那再来看看打徐晓星被说履应外合 为什么 因为有国民党自家人 吕家凯当然现在手机不接了 然后相关讯息也不回应了 但亲律的名嘴是怎么知道 吕家凯跟徐晓星的讯息 也就是 怎么内容上面写说 求都会丢等等有点恐吓味道 那现在他本人不回 办公室主任回应 不知情请问本人 所以民意代表现在可以完全断绝联络了 他帮他讲话是肖静言 因为常常跟他一起上差不多的政论节目 他说他本来是国民党的前发言人 他说拿出完整记录表示 徐晓星在对话框记录里 确实没有讲到 收督会中四个字 吕家凯本人也没说出来 所以是别人转述是哪个情侣名嘴 那就自己去问这些人 是这样吗 那当然徐晓星应该跟我们 他也甚至进一步讲应该跟我们说事实 或提供相关资料 而不是对我们情勒 情绪勒索 这是情勒吗 我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现在现场待会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说 于北城 李正浩 陈铭为爱 反正只要游览转绿就好处多多 很正常吗 那当然徐晓星因为不买 吕家凯上政论节目酸他 也开呛了 李永平则是形容 这个叫做落井下石 这个遇到的不是个人的问题 是政治的追杀 那对于他落井下石 或配合瑞营媒体造谣的人 应该直接党计处分 用党来处理 约束内部人的言论 兵哥我们来看到 诈骗好像侦办的进度 或能见度差异很大 不同的人 如果是在野党 先前我也查了好多 各种被攻击的诈骗 从来几乎都查不到 境外IP如何如何 可是只要跟总统府相关 尤其蔡英文 准总统 好快 你没看看过他都查得到 其实这个也不需要 查核中心告诉我 我这一眼看就知道是诈骗 你怎么会认为 赖青人会去代言海狗玩 小美就会去搞这种 壮阳药的东西 不可能嘛 所以一看就知道诈骗 可是现在诈骗 真的越来越猖獗了 你知道年之前 黄子焦那个事情 他不是突然之间 开直播吗 他开完直播 那个事情闹大 居然立刻有诈骗集团 结他那个直播的图 然后又发一篇广告 来骗 我真的觉得 这些诈骗集团 已经匪夷所思了 而且他们完全掌握 十四脉动 每天就在那边搞这些东西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觉得民进党跟蔡英文 政府很厉害的就是 每一次他们找到的东西 都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 他真的很厉害 我也没看过 他找到我几乎都没看过 听都没听说过 他就找得到 然后说这个散播非常严重 然后就要彻查 然后是中共 通常是中国来的 那我也不知道 你们查了个半天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然后你们也一点折都没有 因为这样讲已经四五年了 每一次都这样 然后就是完全毫无抵抗力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很奇怪 我们看到了 包括一大堆的电视台主播 艺人 在网路上被人家 把他的肖像权卸赞 要不然就是故意用他的影片对嘴 然后去做了一大堆 这些诈骗广告 你们从来不抓 我也觉得很奇怪 有很多人 已经被用到已经无数次了 你那还推陈初心 根据他生活不同的状况 然后发新的不同的诈骗影片 那这个政府是整个死亡了吗 你们都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你们的眼睛只看大官 只有民进党的人才重要 只有大官才重要 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或者一般人就该死 就是这样吗 连谢金河的他都说查不到 你确定谢金河查不到 我觉得谢金河很快就查到了 谢金河人家是大师 对不对 怎么会跟我们一般见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是台湾 我说真的 我现在也没事 只要有朋友 很久不见的朋友 突然之间赖我 我都会先想一想他到底是谁 然后甚至我会打他的电话 我不是用LINE 打他电话去确认你有没有LINE 我现在都已经敏感到这种程度了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做何感想 所以台湾诈骗真的太多了 然后最近陈建仁不是提出一个 新诈骗事法 一点用都没有 看起来就是没用 因为你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 无心在打诈骗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们自己就诈骗集团 这整个政府每天都在诈骗 一个天天在诈骗别人的政府 怎么可能去打击诈骗集团呢 然后我觉得很扯的就是 许淑娃你自己本身也是女性 如果有人天天跟着你 他也没干嘛 我就政治上对你不满 公布你家住哪里 对 我就公布你家住哪 我就要大家都去朝圣 我甚至去看你家信箱里头 放了哪一些信 请问一下许淑娃你会觉得很爽吗 你觉得这样是应该的吗 然后你现在说要所有去 那个跟烧许晓星的 你全部都要帮他出律师费 你是鼓励这种行为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想 想要往前更上一步 但是也不要用到 这么下山烂的手段好不好 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很low 真的拜托我不想讲太重 因为毕竟你是女性 可是你自己真的要检点一点 那至于吕家凯 我老实说他这个简讯 到底怎么卸入出去 据那个宣称他看到的名字也说 是吕家凯自己拿给他看 邱明玉 对 请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拿给他看 你给他看了到底是这个简讯 还是不是这个简讯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只要 叫别人出来澄清 你自己也可以出来澄清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 你跟徐晓鲜都同党了 如果同党之间沟通都这么困难 我不知道你们还加入这个政党干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第一个国民党自己内控要注意 第二个我认为如果你对同党同志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你们内部没有办法先沟通吗 还是只要拿到通告费 什么话都可以随便讲 彻翼这些行为 我今天早上访问林俊宪 民进党的委员他也觉得不妥 不是当 应该要劝阻才对 这才是正常人的标准不是吗 当然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有真心化专心 也想听听各位观众朋友 你的心声是什么 02-2656-2700 2656-2700 待会我们在谈话当中 您随时打电话进来 稍微等我们一下 我们会来听听您的发言 淑慧 我们有发现像诈骗 如果仿冒我们的名字 我仿冒各位其他人的名字 或是一般民众被诈骗 因我都抓不到 就自认倒霉 包括我们明代被仿冒也一样 但是如果去伪造蔡英文的 赖清德的民进党的这些人 衰得衰得 大家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都还没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被抓到了 代表都还没散布出去 一出来民进党就抓到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就曾经公布 民进党有这种网路监控部队 他们把各分局的人 包括连海巡署 官物警察 铁路警察 都要分工合作 各线市的网路 脸书什么 都要监控 本来是要监控我们的 监控异己的声音 把这些有异议的粉砖 全部都有一个名单 哪些粉砖对于政府 有不满意的声音 他们有一个名单 之前我跟巧心曾经 开记者会揭露过 但是有时候 没有监控到我们说什么 就是监控到这些 AI他们的 我在想可能是这样 所以对一般民众被诈骗 政府永远抓不到 但是这些诈骗集团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民进党这些官员不是你们能够仿冒的 你们骗骗老百姓就够了 你们不要骗民进 不要伪造这些民进党的官员 你们会马上被抓到 然后再来讲到这个 吕家凯跟蕭敬言 我们这些内部的问题 其实我算是当自己国民党内的 我只能说家门不信这四个字 谁对谁错我也不讲 但是我必须要说 蕭敬言他今天公布了一连串 吕家凯跟徐晓星的对话 完整的对话 那当然是吕家凯给他的 那我觉得不太好的就是 我跟他 我跟寒冰哥的对话 然后我再去给另外一个人看 然后告诉另外一个人说 你帮我公布 那是跟我自己公布有什么两样呢 对 我觉得这不太好 这跟我 那我还宁可自己公布 还比较有guts一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肖敬言说 徐晓星应该跟他讲事实 或提供相关资料 不要因为是同党的就勤勒 那代表说 你也不知道完整的事实 你不能去问吗 不是 那代表说 你不知道完整的事实 那你为什么要到这个侧义 就是侵律的媒体 去攻击自己家人呢 如果你不知道完整的事实 你就不要 上节目去讲 你不知道完整的事实 然后你还到 对方有目的的媒体 来打自己党的人 那时候也不是也很奇怪吗 你已经承认 你不知道完整的事实了 宇轩 许说好就几点回应 他说他要捍卫小市民的权利 是不是 当年绿鸡蛋的时候 查水表的时候 怎么没有跳出来捍卫 不是吗 破后来是什么 不起诉 对不对 那时候警察是不是说 你敢破绿鸡蛋 我就去你家敲门 就把你调来谈 但不用讲最新还有 尊责 周处除伤害 批小硬的图 各位最后也是不起诉 那警察是不是那时候恫吓 说上获罪 你那时候许说 人跑哪里去了 所以少来这一套 好不好 因为这个东西 他已经不是跟烧法了 他还有妨害秘密罪 因为今天 他们的侧义一样 有个大律师跳出来 讲了这个义政言识 因为他对他没有兴趣 他只要不喜欢他 就不用用跟烧法来判 我替人家放屁 为什么 因为一样 妨害秘密罪 人的私领域 只要是不愿意接受到 拍照也好 记录也好 这个都可以判刑的 所以不用在那边胡扯 违法的事情就是违法 而没违法的时候 你们倒是跳出来挺的挺香的 但对于吕家凯 跟这个肖静准这件事情 我其实随便举个例子 各位你就懂了 今天如果是民进党的一个 不知名 民不见经传的议员 跳出来骂吴钊燮 请问一下 我们会不会罢他 他会不会有声量 当然会 民不见经传 对 所以当然会 请问一下 你今天做这种事情 我不了解你图的目的是什么 肖静言我还可以理解 肖静言他在国民党的不得宠 所以讲白了他也没东西选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为了上个节目赚个通告费 爱做这种操作 但他至少没出事 肖静言他讲了这好一年两年 没出事 也没出这么大条的事情 奇怪了 你今天吕家凯是什么 你是侯戏子弟兵 天之骄子 你今天莫名其妙 稀里乎里的 我从你小看到大 说给你选议员就选议员 说选上就选上 侯尹没挺你嘛 你这个时间点 未来大有可为 再混个四年混个八年 选立委也不是问题 你这个时候你说为了三千块 要跑去踩自己同党的同志 这道理到底涂的是什么 然后踩完之后 现在再躲起来 坦白讲 国民党最大的差别 跟民进党的差别在哪里 民进党没人敢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近年 你也不用帮他讲话 说什么情绪勒索 这只凸显出一件事情 国民党对于自己的党团 自己的党员 自己的任何的成员 根本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因为民进党不会干这种事情 民进党也不敢干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 但反而有趣的是什么 你们自己人靠做这种事情 然后只为了上几个通告 只为了赚通告费 我访问一句话好了 你通告会比岳元智多吗 岳元智也只是躺在地上而已 岳元智有跟你讲这种话吗 没有 岳元智也是捍卫护航 分寸 对 他有分寸而已 他有分寸 不是用这种方法 你以为说今天为什么大家那么多人 坦白讲今天来一个苗栗的议员 他只要敢骂朱立伦 不行 骂朱立伦太多人骂了 只要敢骂徐小新 大家都会发他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就为了通告 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 反正你好自为之 我觉得基本上我最后补充一句 吕家凯的政治生命 本来有机会还往立委选 到现在我直接宣告 他已经下课了 观众朋友我们想听你的声音 首先打电话进来的是台北张小姐 张小姐好 是 你好 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 对于志愿刚刚讨论的所有话题 我要讲那个诈骗 因为我自己也被诈骗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真的很无能 你诈诈骗骗了多少钱损失 有去报案有找回来吗 没有找回来 而且而且那些车手有找到 然后总共有三个车手找到 其中一个还被判无罪 还有一个被判三个月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政府怎么这样子 为什么被他们判那么轻 难怪他们要诈骗嘛 对不对 是 但能那么轻出来以后就有豪车豪宅了 能抓到已经不容易了 你被损失多少钱 将近三百万 然后都没有追回来 没有 那辛苦存了三百万就这样没了 对 然后他们三个月关关就出来了 搞不好一颗罚金了 没有一颗罚金 就 是 好好 常常节电话断掉 光踢他都觉得心疼 三百万我存不到 要存很久 我们房贷都还要很多要缴 桃园陈先生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吗 陈先生好 好 是因为我好像是控制在三分钟时间就会断掉 那请您先说 可以可以 请说请说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国民党也是很差劲 是请说 他这个现在很诺诺 徐晓芯被人家整了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有多少人来这个什么 帮忙他呢 没有 你看人家新加坡 比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没有我们的富云 是 有的有的 其实也很多国民党的人 跳出来帮忙 好 谢谢 桃园的苏小姐请说 你好 苏小姐请说 我希望 我希望賴清德 不是只有做 不是只有做民进党的总统 要做全民的总统 然后我希望 这个徐晓芯这件事件 在那个 在友台 已经 已经 讨论了一个多月了 他们不觉得 这样子觉得很可耻吗 然后 我要讲的 希望徐晓芯 不要再理那个 赤臭猫 这类人的话语了 不用再跟他跟进了 然后我要点名 这个邱明毅 这个媒体 这个邱明毅 它是一个媒体 它说 国民党 徐晓芯双标 我觉得它自己更双标 它自己应该改进一下 谢谢 听听民众的声音 賴清德的准总统 如果听到的话 请当一个全民总统 不要只当迷囊总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